我先說明一下,等一下你們會入場共感的一段話,就在你們的活動裡面 是,是,是 對,那因為我們的時間,例如說,如果有人開場,我們就會發生的場面,這樣 那做什麼路就好了,給我們,這樣 好,對 要這樣嗎?喔,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那,那就等一下需要再跟我們一起講 好,好,好 好,好,好 啊,這樣子啊 所以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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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可以分析 好,OK,OK 好,那謝謝瑞士,我們就做長期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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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您好,上次沒有拿到這次正義,可以拿到嗎? 人生很難得我第二次機會 紅豆桑 沒有,這次來給我拿 我是做魚菜共生 是 來,您好,您好 對,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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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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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緊張了,太緊張了 我以為人家變魔術了 對啊 不好意思 文家瑋,天香弱勢孩童 謝謝 您好,請坐,現在請坐 是,響應這本書的發音power 是 那我想說,集結起來 就是在,從昨月開始的中秋節 然後到我們Christmas 還有春節 然後這個福氣包 就福氣包福氣 就是福職色氣包 然後有福氣 所以這裡面呢 就是有石家 我們色氣 然後有我們羅倫社這邊 三四八一、三四八二的兩位DG 然後來響應這件事情 那我們的目標呢 剛剛是到年底總共賣一萬盒的福氣包 分給大家 讓大家有福氣 那我介紹一下福氣包 第一個就是說 這是我們客家族群的這個八部 那這是我們的阿嬤 大概七八十歲 她要去車 所以她會車一萬片 那收到領路的這個好朋友 她也可以響應我們 然後繼續來訂購這樣子 那介紹就是說 這是家瑋他們家散島出院的這個 幸福時間做的這個蔬果乾 那這個是我們家 我們家在台東上的那個太原香 然後這邊天然的香草 萃取出來的無毒喜劑 還有這個七仙的香草茶 OK 那這是他們的魚菜共生 他們是在三峽裡面是羅勒 做成羅勒麵 然後裡面有不同的醬 OK 然後這個是專業的五菇粉 那這是每天都有七八十歲的阿嬤去解化生 那他們是第三代 所以第三代就是遵循第一代說 讓這些阿嬤繼續好好的每天做化生的事業 就是社會企業裡面很特殊的一環 這是2021日這個台20、21線 小林村滅村的時候 那他們做這個老梅書 那繼續種這個 我們這個梅子的話 它的抓地力比較強 就防止這個土石有再次的化生 那這個是 果豆賞 果豆賞 那你幫自己介紹一下 這是台灣唯一剩下的無毒健康香料 因為現在大概都是95%到97是化學醬的 對 那我們很努力的再把六十幾幾公里留下來 OK 然後這是袁天然 來小羅介紹一下 這位 我們是在台東 那我們是說 因為台灣的梅子非常好 但是已經很逐漸的市圍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用黑米 這是我們獨家在台灣原生中 黑米的地種 然後來做一個轉作 比較高的利潤能夠帶有我們的毛病 所以台灣原生種 OK 這樣一天間配音 那邊講是ITKY的二型獎 這個是獎茶 他們四代做茶 這是大魚嶺那邊的烏龍茶 他今天沒有過來 然後這個是在阿里山州族 他做的這個黑糖磚 說比那個沖縄還好 沖縄啊 然後這個是長雲 光遠 原天藍的 我們是在南投做原住民部落 然後養雞這樣子 因為他們都種檳榔 所以我們為了他們不要再種檳榔 我們就在檳榔樹下養雞 然後他們就不會噴農藥 然後那個雞蛋做的雞蛋全 而且因為不好 所以我們把這首的組裝 交到麥菲爾帶走這邊 然後他們有皮膚工廠 有那邊的 身心障礙的孩子 然後一起幫我們把這個 就是浮氣包組裝好之後 然後敷膜 然後接到每一個 就是說我們的企業朋友那邊 所以他說到這個盒子的時候呢 他這個是有柴米油鹽醬出場 這也有好事會發生 就是好像彩頭 你看這是洗衣服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好福氣 然後送給政委 然後也希望政委幫我們一起 然後推廣這個社會企業共好 真的 真的很謝謝大家 謝謝政委 所以這是福倫社 希望大家就是說 福倫簽社慶台灣好福氣 這去年12月17號有這個活動 然後特別也邀請政委 今年的12月9號 在台北市政府有辦一個社氣嘉年華 然後就是說代表總監邀請您 就是說12月9號讓我們開幕支持的貴賓 好 那這個就是說更改了 然後就是348182的地區總監 然後我們柯批也參加 然後希望用採購代替捐獻 然後這個是整個就是預定的 Bisocial 對 Bisocial 最重要就是說 在這個Panel Discussion這邊 開發監控的扎助董事長 還有曾董 彤董都會過來 然後一牆跟祖先他們會在第二場 希望跟社會企業的好朋友 做這個Panel Discussion 好 那這邊就要請您來開場 太好了 那我就是請一請同學來拍 謝謝 OK OK 謝謝謝謝 好 那這個先交給政委 我會再寄給子委這個詳細的答案 對 沒問題 OK 那我們大家跟政委先合照 好 沒問題啊 就看大家想用什麼順序都可以 非常趕 時間很趕 對 時間很趕 好不好 時間很寶貴 我還好我7點才有下一個 那我再要寄了 我們可以放輕鬆一點 不好意思 有兩個問題也想請這樣認為 就是說我們現在那個空總那邊 你知道你們接下來10月就是每個禮拜三 我才剛從那邊過來 這樣子啊 我不會去看世光 然後我們都很關心 像有一些是申請虛擬進駐實體進駐這樣 對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能夠越來越多人能夠共好 為什麼有這個project說 大家都很有心 像康董跟我都是在福倫社 那我特別要講一下我的好例子 就是說福倫社有很不錯的一個服務的精神 所以他們從認識社企 我本來只是社企的企業 那他們從支持我們 叫我們去演講 買我們的產品 進而推廣 然後呢 他投資我們 這是一個很好的範圍 所以我覺得說社會公益就是最好的生意 那我們公司也很特殊 就是說我們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條 我們是營收的五個percent 捐出來做社會公益 不是淨利 是營收 只要有做生意 我們就做社會公益 我們跟壁虎國小 做過這個捐贈肥造廠 讓他們知道環保教育 那現在就協助他們做小田園 做屋頂小田園 那也是有幾位社企的朋友會參與 那就是說希望藉這個機會 也呼籲就是說做社會企業的朋友 我們可以更集結在一起 那我們到了這個春節的時候 還有一個回娘家跟回國家的一個專案 到時候會再拿來送給鄭 好啊 這樣好了 OK 好 那我們一起合照一下 還是先有什麼問題 對啊 難得 難得有這個機會 對對對 雖然以後每個禮拜三也可以 回到爆來 是是是 就是 就是 我們那個政委 我想我們上次也特別 我帶我們兩個同事去新的居留那邊看 對 我們希望說那裡看 還是請政委能夠幫忙思考 那裡能夠突破所謂的 有商業的一個 有 我們現在已經在辦了 現在就是說 一個是說因為我們知道那是大的園區 是文化部的一個計畫 那在我們上一次諮詢會議的時候 就是行政院的年度預算還沒有送出去 那現在當然就是要重新送一次 但是因為只是在裡面已經蠻確定文化部 會有一個把整個這個大的地方 就是加以規劃的這個計畫 所以以前我們本來是在想說 是不是我們那一區先自己去申請商業使用 但現在看起來因為文化部 這兩年的經費有拿到了 所以以後的那個比例 因為它在那一區裡面大概可以30%嘛 可以做商業使用 那所以我們現在因為整個園區都可以算成最大的那個比例 所以以後30%這個面積會比較大 所以以前我們在討論說 別人是不是說只有中間那一小排啊 或者是只有一個咖啡廳裡面可以賣東西 或一個合作社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因為我們用一個整個大的園區 當作面積去計算的話 也有可能是也許我們整個 或者是半個都可以去做營業用地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一直積極在跟文化部 慢慢溝通 對 所以這個真的 我們大概明年年初吧 就會開始把這部分就是報到那個太北市 因為畢竟還是要他們就是想喝嘛 對 但這個東西真的會做 那當然在此之前我們還是用無人合作社 O2O這些方法 主要是先讓大家認識大家的產品 但是之後我們一定會 因為其實那邊這個逛堅果花式啊 浴室啊的朋友其實也許都會帶現金 就是不太可能一下子全部都變成線上刷卡 對 所以就是說我們會盡可能突破這些部分 太好了 謝謝曾偉 因為我們參加幾個聚落碰到同樣問題 就說哎呀 沒有商業行為 社企它就是要用商業的模式 對對對 那在聚落沒辦法做合作 對對對 就很難再談出去 對 我理解 所以大家慢慢會解散掉 我理解 如果用這樣的規矩 比方說我們來自其他的東部 南部 新竹 其實我們也需要台北有一個平台 等於旗艦店嘛 對 會有一個旗艦店可以看得到 是的 絕對 我們絕對會往這個方向來做 這樣社企肌肉一定可以更好的工作 對 我想就是本來的聚落雖然也很好 可是它有一點就是有點太溫暖的感覺 就是說是已經知道的人就會很喜歡 但是不知道的人其實沒有辦法知道 從旁邊經過的時候 那我們不管是接下來的那個圍牆 它是要樓空要變低或者要拆除 反正文化部有他們的規劃 都可以讓外面經過的這些車流 更看得清楚大家在做一次菜 謝謝 謝謝總 湯董有沒有什麼介紹一下 我跟政委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成田與賽共生 從第一屆開始就在社企肌肉 總共待了三屆 上次開會議的時候 我是建議說 你只要抓這些待過三屆的人 他有什麼意見大概就知道 有什麼地方是很精準可以改變 改變的地方 那這一次這個合作 我個人是滿感動的 就是說很多社會企業其實都很小 資本額一百萬 三四個人領著低薪在這做 其實沒有這樣團結起來 他大概99%會走向陣亡 我認為99%是會陣亡 資本額一百萬 三四個人領著兩萬 一個人兩萬塊一萬五 這種形態下去 只是漂亮的社會企業外觀人 那實質上都會滅亡 那這一次正好就是 有這個胡同源 他出來領導大家 把十個產品 把十家的產品集合在一個盒子裡面 那也形成一個量跟規模 讓政府願意來輔導 讓符輪社願意來輔導 如果各自拆散的話 我相信有很多社會企業的產品 他根本就通路上什麼上都走不出去 所以這一次這樣子的合作我覺得 有樹立一個社會企業的團結合作的典範 所以過去我三屆裡面都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 是解散以後反而發生了這樣大家團結在一起 所以如果新的這個清創中心 其實應該是要有力的出來 常常把不同的產品組合起來 這樣的話政府出手來協助也明正言順 就不是扶持特別的一家企業 是一個一個 是一個產業 所以這個方案真的是一個立下一個很好點放 希望能夠一泡而紅 政府多幫忙 沒問題 我們接下來的就是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有三個房間 專門就是從一開始有一個想法 Proof of Concept 然後到發展出一些服務 Proof of Service 到現在大家用這種團結經濟的方法 有一個營運模式 Proof of Business 那所以就不管是大家在哪一個階段 我們都會保證讓大家就是看到這個 社企的發展的過程 以及所謂團結經濟就是 越發展大家越能夠彼此認識 越能夠打群架這樣子 對 我們覺得很好 打群架很重要 但是要會打架 因為太溫暖 我覺得社會企業它不是慈善機構 每一次出去演講我都告訴大家 社會企業是企業 所以你是要打仗的 可是過去在社企裡面 我感覺大家一團和氣 快樂歡笑無比 可是談到企業裡面的利潤等等 其實大家重點都擺成一團和氣去了 其實我們是社會企業 所以在這一塊如果在領導的時候 希望告訴社會企業 要走社會企業的年輕人 或者說創業家 對 這是企業 尤其是行銷 商業 談判 對 這些模式上面 這個會是中期處重點輔導的一個想法 好 那太好了 謝謝 好啊 我這邊因為我算是 企業社會責任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做法 都是在推廣知識教育 對 所以我們在12年前 一開始我在創業的時候 就碰到你剛剛講的問題 我們就一筆錢在那裡燒 但是我們的股東 因為我是念成大機械研究所畢業的 所以我那些大學同學跟研究者同學 是支持我的想法 所以他們會有子彈給我 但是他們第一個條件就是我說 那我們在65歲以前 我們不要處分利益好不好 他說好 因為他本身就有工作 所以我在這12年前的那個當下 因為有這些人願意支持我 所以我就走了這條路 然後我把賺來的每一塊錢 都投到教育訓練上面 所以我在12年前就在講 無毒健康降料 無毒健康降料 直到這三年 還是實際問題爆發 我們才活下來 所以要活得過到8年耶 你要活得過到8年 我們大概也跟人一樣解散 我沒有解散 我沒有解散 講個字 但是我在過程裡面 我發現很多問題點 就是很多良善的廠家 你PK不掉那些黑心的廠家 很麻煩 因為他的資源比我們多太多 政府又因為很多法規 不能夠幫單一企業來做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問題就造成說 那到底是不是一個不公平競爭 市場就是一個不公平競爭 比方說醬油 明明那個就是應該叫化學調味料的東西 他就取名叫醬油 他就叫他兒 我叫王正傑 今天我老爸講 當時生活的時候 取名叫王聰明 我就算個豬頭 你也要叫我聰明哥啊 所以你名字取對了 好像就是事情就發展了 所以化學醬油 為什麼現在都沒有人去證明它 說你這個不應該用醬油這個名字 但是我們這聲音很微薄 所以同樣的很多傳統產業的 你們在做米的 現在搞有機的又出來了 那你可不可以有一個是專用的東西 我們好公平做醬油的市場 現在有很多 搞一搞又去做混化學醬油膏了 大家為了賺更多的錢 那就開始墮落了 像我們業界裡面有一家百年老店 環狀 環狀 他一直在搞化學調味了 那不就是劣幣驅逐良幣一直往那個方向倒嗎 那政府為什麼不出來說 來鼓勵這些良善的單位 我們有什麼資源 那我們團結在一起 就不會有單一常派的這些思想受受的問題 那我們就群聚在一起 當我做活動的時候大家跟著走嘛 對不對 我甚至還可以發起一個 我那時候有跟那個琪琪講 就是我們這十個企業 每一個企業就是去認購2000本的專刊 十個企業是不是2萬本 2萬本你知道我們目前發行量是最大的刊物耶 然後我拿了這兩成本以後 我是發給我 因為我每個月大概會有2000份的訂購量 就送給我們這些訂購的消費者 他就可以看到其他9家的企業內容了 他看 因為會買我們的東西其實就是有健康概念 所以他們就可以把購買的力道轉嫁到各位身上去 聯合行銷 對 那你們的客戶也會看到我們黑漏商啊 那這樣串接在一起 我們的規模可能不是1.1喔 是1.10喔 但是因為我們做的成本就是2000本的費用 因為沒有廣告預算嘛 因為我們自己買斷嘛 我們也沒有經由中間的公關公司 去做太多的費用預算嘛 所以那個預算是不是很便宜嘛 一個冊子大概20塊搞定嘛 那就是這個冊子就是跟 其實我們這本的行銷手冊的感覺就是 對 這就是一個行銷手冊的感覺 對 對 稍微有一點厚度的 就是在一個講企業文化 台灣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怎麼解決 這三大主軸下去以後 我覺得這個深度就會紮得很深 對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做 當然 那也希望是不是可以藉由公眾平台部分 假如有這個檯目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在公眾平台方面吧 當然 至少在那個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對 那確實啦 就是說我們前兩天才在社會企業聯繫會議上面 討論這一次的共同購買 因為這是第一次公部門會要用 所謂的廠商的資格的這樣子的方式 去界定說各位就是社會企業廠商 進入公部門共同購買的時候 就是怎麼樣子去判斷 那其實也有很多朋友提了很多很好的主意 像其實之前行政院有一個叫做什麼綠色的採購 不過那個好像比較是就是可能一些節能 或者是最多是到吸收乳的那個程度 比較不是食物或者這些部分 所以其實這裡確實有一塊空的一個地方 那我給他們一個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不管是像您剛剛講 就在生產過程裡面有別於其他廠商 他是採用環境友善或社會友善的方式在做生產 無論如何我覺得我們先不設下一個說 好像白名單只有這些才是設計 其他都不是 而是說任何人自己覺得說 我這些做的事情確實有社會環境的影響力 有影響力那就可以來申請 那我們大家參想一下就是覺得說 這一批這樣子真的是不錯 那也擴增了公部門對社企業的定義 那我想我對他們有一個要求就是說 大家討論過之後納入公公 最多到隔一年可能就要進入那個 中央企業出的那個社企業登錄平台 因為那個平台是一個責任 就是說它不是只是是或不是而已 它在那邊會列出所有 比如說你有進駐虛擬或實體 你有進入這個共同採購 我們有一些什麼 跟公公部門聯合行銷等等一些活動 接下來在那個平台上面 每一家都會列出來 包含您剛剛講公司章程 是 得力的事這些可能都可以在上面去加以揭露 那所以當然就是說 當出現共同採購的時候 一定就會有朋友的挑戰 說那為什麼我不能進去 你可以進去這樣 那至少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指向平台說 因為這一家你看它的章程是這樣 社會使命是這樣 它的故事是這樣 我們經過怎麼樣的過程 至少就是這整個過程的風險 不會由單一採購的部位去承擔 而是等於是大家一起來建立這樣討論的一個架構 所以跟大家分享 反正我們還是會堅持繼續做 政府沒有照顧我們已經很久了 我們還是繼續做 他這邊呢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要跟一組的報告 我這邊其實是覺得 我覺得最主要是 我覺得我們做的這件事情 比較大的意義其實是在於 每一個產業它其實創造的是 背後的它那個就業的 它不是只有單純乾淨的生產官 其實乾淨的生產官 它本來就是一個理所當然應待的 並不是說因為我賣乾淨的生產官 我就是社會企業 那我覺得它創造的其實不是那個價格 是那個價值的意義在 你背後可能有很多是人工的 還有在地就業的一些偏鄉啊 一些或 那偏鄉的家庭如果有穩定的收入 它就會有穩定的那個教育的一個責任在 它其實就不用到外衣 它其實可以讓很多的家庭是非常完整 對 那我會覺得過去政府的做法比較多是 我給你一筆錢 給弱子黨我給你一些錢 然後你不要鬧事 或是原住民你不要喝酒就好了 然後你不要惹失身費就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樣是有點小極的 其實他們是有生產能力的人 他只是缺一個機會 那如果我們可以讓每一個地方的生產 就是把它從被補助變成是一個生產動力的時候 其實那些錢都可以省下來 對我們其實政府不用花這麼多的錢去補助他們 他們自己都有謀生能力 像我們在福島的個案中 有很多像果農好了 他可能過去是就是把地租給漢人 然後讓漢人就是 他每年拿很便宜的租金 因為他們保留地基本上不能買賣 然後他的承租費用也非常低 可是他轉回來自己做之後 可能他兩夫妻的收入開始穩定 然後他開始種水果 然後到後來他的兒子女兒通通回來 媳婦也回來了 然後那個就是女婿也都回來加個幫忙 他其實是一塊園區養活了一整個家庭 那他們現在年收入多 比我們這種上班族還要高非常非常多 我就覺得那是一個改變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在那邊所創造的一些價值 他不是單純只有生產 他可能是環境面 例如說我不要在水源處山童那邊 施放農藥的那個部分 還有化學肥藥的部分 那你水源基本上如果是乾淨的 你到下面來講 就不會有任何的污染 其實在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說賺到很多錢其實是沒有 但是就覺得會獲得很多 我們想要去改變跟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他這個價值意義 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是啊 就是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最後一例 其實就當然用錢砸一定有一定的效果 對 剛好跟KPM上一樣 對 但是就是如果是由當地的朋友 就一起去經營的話 其實才會有出乎意料的這個好的效果 對 我完全同意 其實我呼應一下 因為我自己在做這一塊的時候 我發現 當你的產業有經濟規模的時候 那些原來不願意去做的人都願意去做 他都願意改變 我自己這四個廠 其實他們以前都是被化學醬油打趴掉 大概長輩 他爺爺會做 他也會做 他兒子不要做 因為做醬油沒有光彩嘛 對 後來當我們把傳統教堂 把因為有一次健康的 天然的 發酵的 沒有化學添加 不會致癌的時候 開始有經驗了 我們這四個好像開始活絡起來了 所以他們的家裡面 小孩子開始回來了 從康事美 從外地回來了 就回來了開始做了 所以我們說在地經濟 必須要給他經濟規模 不然他很難在那個泥沼裡面跳脫出來 那誰做這件事情 你跟我在做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說能夠賺很多錢 沒有啊 搞不定只賠一屁股的時候也是 我們就覺得這個想法應該是對的 不然台灣的文化在地基因都會消失掉 變成全部是工業加工 對 小樓 OK 其實我剛回來台灣一段時間 大概兩年多 帶了自己的小孩還有我太太 一起回到我的家鄉在台湖的池上 那其實我之前在國外的時候 看到蠻多 蠻常常講ABCD四大的農產公司 他們掌握了大半 相近一半以上的那個全球的糧食的部分 其實我是看到他們的一個成長 跟一個規模跟一個變化 那當我看到說決定要回來的時候 看到自己的家鄉 池上算是全台灣大家公認的好名的地方 但是那只是僅限於說在我們這個地區 其實我們在國際上很難發生 那在低低低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我們的產能 也沒辦法供應到國外 那變成說我們在國內一直在同業的競爭 那所以慢慢的又出不去 所以變成就是 這陣子其實前陣子我剛好有 我最常聽到的意思是青農百姓 那青農百姓這四個字 他讓他們回來做的農業都是種到的 都是種到米開始 那其實種到米開始的話 他又種白米 那又很難做出一些差異性的時候 那往往好事 那他回來做的時候 因為農業他需要很多 自治機具的譜根 租金啊 投入啊這些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像我自己回來做 貸款大概這樣要四百萬 才做機甲地的田這樣子 所以又更慌慌其他人 那其實當他們投入那麼多的時候 他們收穫到我們 那麥克風市場的時候 懷抱的美好理想願景 但是事實並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樣 所以常常會煞雨而歸 就是原本是很好的一個理念 很好的一件事情 反而到了終端之後 他很難突破 反而變成他的瓶頸了 所以我就是思考到這一點說 那我要怎麽樣做的不一樣 能夠說 對於未來可能 未來十年後二十年後 我竟然已經帶了孩子回來了 我是因為當時沒有機會 所以我必須要到外面念書 出去打拼馬拼搏 那我回來呢 帶我孩子回來一起在那邊 在台東念書在那邊生活的時候 難道等他二三十歲的時候 他也要出去再經歷我這一趟歷程嗎 那就覺得就不是這樣一回事 所以我就給自己期許說 在這段時間在外面所看到的 跟我所學習的 我可以盡我的能力去做一個規劃 對於一個月子去實現它 所以我就選擇用黑米這個品種來做 那因為在國際的市場上 這個東西本來就是非常稀有的資源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其實在全球吃米的人口大概有四十幾年 那他們吃的米跟台灣不一樣 他們吃的米是 就是日本、韓國跟台灣 我們吃的那種比較遠的米 但是我們只有這三個國家是吃這個米 那其實大部分的國家都是吃 我現在這個品種比較長的 那就是台灣以前 最早期我們說的那個古代米 就是在蘭米啦 在蘭米 所以這是本身原來原來本本在台灣的品種 所以我想說這是一個很好揮發的空間啊 它是適合這邊 然後它的抗病的時候它也非常好 那我就可以減少我的農藥的那個使用 那再來呢 它產量一定是很好 因為它一直就是驗化在這個環境裡的作物 那相對著我的田間的生態的多樣性 我也可以經驗起來 所以我們就是逐步的往這條路去進行 就好不容易真的是培育出來這個 今天這個黑千米這個品種 那那時候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有量產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在思考說 我們要怎麼樣好好使用這個武器 就是這個東西 那所以呢我們就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在去年底的時候 因為社系的活動啊 有聽到IDQI就是在歐盟比利時 它舉辦的一個美食評鑑的一個會 所以我想說我們試試看 我去把我在 因為我的家鄉在一個半山腰 所以我就自己種的那些米 然後特別精心的碾製之後呢 我就用成了兩腳包 然後請那個代表去幫我送到比利時去參賽 那殊不知呢 我就問他說 那是國際上還有沒有其他人參加 他說有像德國啊 緬甸啊甚至越南啊 還有一些國家他們都有送黑米去參加 那很容易說紀念的時候 我們就是唯一獲選 有得到獎項的這個黑的品種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對自己就是有一個信心的 我去說 這樣的嘗試 表示歐洲人他喜歡這樣的口感 那大部分的人都是吃這個東西的 那我是不是有機會 可以透過這個部分往外走出去 那往外走出去的時候呢 那我又能夠把我自己家鄉 就是連帶周邊的 比較視為的小山村 因為這關於說我的農法 跟我所強調的一些的理念啊 所以我說我會找比較半山腰 類似我們講說一個禮山倉意的精神 然後透過這個部分去串連起來 那這個串連起來這條線呢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 國際一個可以 比較有亮點的一個地方 喔原來在台灣 花東種古的半山腰 有種了這個米 而且是台灣原生的品種 它可以請教到這些國家去 是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個啦 那第二個呢 就比較多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我在外面有接觸到一些 像生物科技的東西 所以因為這黑米它的好處 就是在於它的花青素 那花青素我舉個例子 像是歐洲的藍莓 那歐洲的藍莓 它其實就是很好的一個 花青素的來源 但是呢 它們是適合這種水果的果材 但台灣不行 所以台灣要推廣這個的時候 就有難度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講 這是米 這是我們平常的主食 所以我們三餐都在吃 但是藍莓不是啊 藍莓是季節性的 它可能你也不能吃那麼多 因為它有果糖的問題 那所以說我們就可以有這樣的優勢 就是再把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到過去歐洲的國家或西方的國家 這就是我們東方人的南美啊 而且呢 它是主食 相對的 好這是 這是一個反向的一個思考啦 那再來第三點 我們台灣很多 已經到我們本身就是非常 精細分工的產業 所以我這個品種來講 它只要做一個轉座的動作 就可以了 它不用再投入貸款去整地 去買機械去換這個 然後產業會不一樣 所以它可以 速度就會拓展得非常快 那也能夠支持說 在於說 我們市場上的一個 量力的需求這樣 那透過這個方式 所以它的銷售價也高 然後它種的方式 也會比較比一般的品種來的高產 而且說抗病存害 它是少釋放你農藥 所以等於說 我們跟他們合作的價格呢 整個收益 農民的收益 它轉座它就會提高 我們算過大概可以 大概三成到四成 比較於它現在種白米這樣一個階段 只是從盥形轉座 這個黑米的部分 那如果說未來 我們在做一個友善 或有機的耕種的時候 其實再加上可能是農委會 或是說 其實這邊有些補貼的動作 這個政策再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這樣去翻展談論的農業 是滿有機會的 可是當然還是需要 各位先進我們大家 透過這個福氣報 我是覺得 也是一個很好一個嘗試 跟大家能夠串聯起來 我覺得可以去做一些很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這樣子 謝謝 謝謝 嘉偉 其實我是也是剛加入社會企業 去年加入了 那去年下半年在設計局 我就一直在聽些前輩講一些 分享他們的經驗 那我們幸福時間本身是照顧弱勢孩童的 所以那照顧弱勢孩童的同時 就發現其實家長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請他們幫我們在 就是耕田 加工 可能後面行銷 或者是我們之後的餐廳跟民宿 就是給這些 若是孩童的家長別寄會 甚至有些是更生人 因為 土地 因為這邊很多都是做農地 土地它不會認證你什麼背景 只要你願意付出就會有農地 那這是幸福時間比較大的中期 那 從去年開始 我們就認識了很多社區的伙伴 就發現 像這樣已經在其他業界成功之後 來投入的伙伴家 跟就是我們這種比較 重新開始的伙伴家 不太一樣就是我們真的是比較 資源比較少 可是這些前輩願意陪著我們 不管是從福西堡 像我們之前的白寶盒 其實都是有一些比較大的社企 帶著我們這些比較小的社企 那我們自己也整合了四大運辦手禮 那 就是這三個案子 就可以看得出來其實 社會伙伴真的合起來一起做 我們這個盒子 這個禮盒是1600 白寶盒是1500 像 拿出去跟W火車有那種 大的漂亮的禮盒比起來 買著我們台灣在地的這種 自己紮實的做出來的產品 跟只有包裝的產品 就是裡面內容根本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這種東西看起來就是 真的才能代表我們台灣在地的伙伴 所以我們 我們覺得我們會一直這樣子 去整合下去 今年是福西風 明年其實有很多服務類的社企在問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服務類都沒有一個整合的服務 所以我們明年就要整合服務類的社會企業 再去推一個服務類的大禮包 服細胞 就是我覺得要照顧到更多 就是不是照顧其實是沒有這些社會企業 就是串聯 串聯就是合作 要合作才能有更多的市場 對 因為其實大家想要解決社會問題也好 或者是詳異一些社會使命的這些理念 都是越多人做才會有效果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是跟一般的市場競爭 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大家把握得更多人來 一起把這個社會問題解決得掉 對 我有一個事情 我覺得我比較關心社會企業的證明 證明 證明 譬如說膚淺的人看到說 在賣洗滌劑 我們在賣麵 好像在賣蛋捲 如果這個蛋捲 你那個包裝或拿出來看 真的就是好像很普通的蛋捲 那你憑什麼做社會企業 其實背後隱含的意義是很深厚 譬如它是要讓 證明不要再種檳榔樹了 因為吃檳榔殘害我們國人的健康 所以希望他們不要種檳榔樹 也不要用農藥 那用什麼方法讓他們不要用農藥 就是在檳榔樹下面養雞 那就拿他的雞蛋來做成蛋捲 所以蛋捲只是 只是最後那個最沒有價值的東西 最有價值的是社會企業 它要解決的問題存在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在 這種在推廣社會企業 也要告訴說 你買的不是蛋捲 你買的不是麵 也不是洗滌劑 也不是一個米這樣子 你買的其實是在 改變這個台灣的一個價值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很重要 不要focus到產品去 是我們要解決的 完全正確的 就是說我覺得政府不是補助 然後也不是區域 好像覺得是說扶植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比較 因為以前社企比較會跟新創清創 綁在一起 那新創清創它當然 年輕人完全沒有設計 也許要扶植吧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概念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它只是可能10% 5%有重疊而已 那我自己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那我們在設計聯繫會議的時候 我也是跟同仁說 我們現在做共同購買 真正的目的是要把這個理念 就是大家的理念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聯合行銷的方式 讓所有的工部門 包含國營事業的朋友知道 那這個才是最終的目的 那這個不管是共同裁作還是什麼 它只是一個手段 那當然裡面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 就是說如果你關心 好比像說剛剛講原住民的一些生活 那你如果實際在當地沒有一個 很好的一個合作對象 你直接去捐錢 不一定達到這個效果 但是透過採購 反而可以放大 同樣有以前的效果 那我覺得這個概念 是讓大家進一步的了解 包含我們在人事行政總處 接下來會規劃一些課程 我覺得這個底要先打好 那所以各部會才不會 變成是說 好像設計師另外一家交辦的工作 另外一個達成的KPI 確實錢還滿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KPI達成的思維 我覺得這個要扭轉 就是打底的時候 就是清創中心 現在大家都貨造清創中心去了 以往是在金華 他是很清楚叫色氣聚落 那現在混進去以後 我舉例來講 如果有一群年輕人在清創中心創業 他做出一個非常創新的滑鼠 可是他不會是社會企業 所以這一塊在現在把大家打在同一個聚落之後 應該是這個底要分解 其實我們朱字口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我當時對於這兩個branding 彼此重別是有一些意見的 因為而且就像很多投入社區的朋友 他其實說不定是已經創業成功了 他已經是壯年了 對不對 是壯創不是清創 是 壯創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中期初確實我們也在討論 看是不是新創中心就把它轉型 可能就是變成是 這整個我們現在叫做社會創新實驗 那可能裡面就是一個它的創新中心 也許青年這部分 就不會特別再把它切出來 我們現在正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這等於就是說社會企業 可能是有一點偏向企業 青創可能有點偏向青年 那我們兩個就是各拿料一半 到中間變成社會創新 然後可能這個地方 就可以有一個比較一致的branding 這個我們還在最後finalize 但是是往這個方向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地方蠻妙的 因為我們在講 不管是系統的創新 或是像我們製作傳統產業 但是我們的收法是新的 然後消費者敏感更多 是根之底的東西 是的 但是現在青創好像又限制年齡 45歲以下 所以我們現在是想說 把這個總統 有些人45歲才能埋職 後來做這件事情 拿掉 對不對 現在沒有 就是說你進駐的時候 既不會去限制年齡 然後也不會說好像只有青年 才能在那邊使用諮詢的資源 或者office hour 這些東西都會拿掉 年齡沒意義 沒意義 而且按照行政院青年諮詢 我們會定義是35歲 我現在36了 我就是青年了 以前我們進去官邸的時候 他就問說 你是要的創業 45歲以下那邊 我說那邊呢 我們第一次去 他說那邊是社會界 大部分是四五十歲的 我會覺得青創中心嘛 45歲以下 是其實創業 沒有年齡 真的無關 我們接下來會把這一部分 整個relax掉 不用等一下 他肯德基爺爺也是五十歲 先出來創業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是很希望 因為其實百寶河的部分 我們大概已經 團隊已經大概是去二三十間企業 那這個符輪社的 符氣包的部分 我們大概也預計是會到 三到四十家符輪社 因為符輪社有更多成功的企業這樣 我們其實不是介紹符氣包 我們是要介紹社會企業 我們要讓這些成功的創業家 或企業家他們知道什麼是社會企業 透過這樣的方式能夠提高 全台灣一趴的人知道 那就是我們這個專案的成功 那如果希望我們 如果也是 就是我們自己 我推薦我們自己 如果有機會去公佈們 跟他們介紹社會企業 我們是介紹符氣包 我說我們 我們這些人都很願意去 所以我們今天要讓我們 大家都同樣做成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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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看我們導演要怎麼剪 但是我們接下來會 接下來會做大概三分鐘四分鐘的一個短片 現在我等於就是我向大家介紹 台灣各種各樣不同的社會創新型態 跟社會企業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對於開放政府之前有做過嘛 開放政府大火鍋啊 沙威瑪啊 也都有一些短片 那所以我覺得我們都可以互相彼此支援嘛 就是說各位的故事 我們反正放在我們的DLIS的頻道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我們在拍我這個影片的時候 接下來釋出了 大家如果有事沒事也可以傳個連結 是 我們一定會都是瘋狂放鬆 因為現在只有這樣 只有年輕人 他們會只在Twitter或是在Twitter 對 我們盡量讓他這個go viral 是 是 那我們要把這個說給正偉 跟大家跟正偉合照一下 謝謝 然後可以各照 然後各照的時候 要付錢嗎 我也沒有付錢還是 正偉我們可以 就是PO我們跟你們的各照 在我們公司的粉絲群嗎 可以啊都可以啊都可以 好 那我們先大合照好不好 好 然後有牌子的拿牌子 沒牌子的拿那本這個小故事書 然後我們要站哪邊 嗯 還是這樣這樣會不會比較寬 好 那相機可以給我 沒關係 那正偉我們要看哪一個 好 我就一個一個來齁 那 這個要先 拿書拿書 拿書 給紫維是不是 對 好 拿書 好 拿書 最後一點拿書 你們有相機的東西嗎 我覺得一台就好了 一台我倒就穿上去 好啊 好 那一個人的比較好 西部高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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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我們站過來一點 來 不好意思 好 有沒有拿牌子 好 站後面好了 你腳 不適合露肚子 這樣都拍得到嗎 自強好像是不想來 測 測 測一點 好 可以嗎 好 一 二 三 我再拍一下 好 好 你可以 還有搞笑版嗎 搞笑版 可以啊 如果你沒有啊 但正委在一起不要那麼嚴肅 好 正委 正委 正委抱著你好了 好 這樣正委吃虧耶 就照了 就照了 笑就照了 就是搞笑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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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委是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那錄影有錄了嗎 我要給你思維 有錄一段 有錄一段話還是什麼 來 這邊好 你要拿 這個 跟正委的照 來 這個我們會貼到 沒有說那個 欸 家瑋 家瑋 嘿 開始熱照了 來來來 好 好 是 來 謝謝 好 三 二 好 下一位 好 你要拿一包 麻煩他一下子細胞 謝謝 好 好 好 送禮 三 二 一 好 小羅 你看你要拿福西包 拿牌子 我還是拿牌子 你這樣 好 好 三 二 一 好 謝謝 你帶走好了 我年紀最小才最好 啊 帶走 好 來來 沒關係 感覺失我鬥 好來 曼貝爾 我們按禮的母機構 其實是曼貝爾的母機構 那曼貝爾的社會企業 他也就是幫忙 在內的生育章的就業 那我們 之前的白寶和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 這個福西包 我們負責的工作就是包裝 包裝 那 我們主要是社會企業的母機構 就是創造成生育章的 付救的機會 那這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故事 把它送給正偉 對 好 OK 你們就拿著 謝謝 那這是我們的學員所做的 送給正偉 來幫我們送給友人 好不好 這是他們的那個 對 好 來我來拿 3 2 OK 3 2 1 謝謝 謝謝戴總 這一張 好 我還沒有吸氣 好 3 2 1 吸 OK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先拍完 好 好 還有家瑋 還有家瑋 好 3 戴總 3 2 好 謝謝 謝謝 還有長遠 還有我 這家瑋有福利拍三張 好 拍三張 好 1 2 3 就是一張 好 還有誰 我我我我 我 來 謝謝 四眼極垮 她是代表那個花園的那個 她是四眼極垮檳榕樹的女孩 好 3 2 好 送兩張 好 等一下還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這個是特別釀杖只有給正偉的 喔 這個是用白鳳豆釀的 白鳳豆釀的 白鳳豆 謝謝 白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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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外面都是黑豆跟黃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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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它擺正 好 3 2 1 那不行,我也要補一張,這是我送鎮偉的 我覺得要是拍照要收錢 我當鎮偉的經紀人,來收錢 三、二、一 謝謝鎮偉 謝謝,這是主持人的福利 我們是不是要拍鄭偉給我們的一段話,然後放到9月17號的 沒有,到時候會給我們這個連結 本來是說要現在拍,但你們有帶參考稿嗎? 有帶參考稿 還是我們寄過來 我們可以補,沒有關係 因為我原本以為是你們要,但我原本是有補,沒有關係 不好意思 那我們這個就直接上網 好,就直接上網 謝謝鎮偉 感謝,感謝 鎮偉如果有經過新竹,讓我們曼菲爾做錯 你會可以非常有感動的,有那麼多的好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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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謝謝 謝謝 那我們就再